不過再來這是昨天很多人看完 非常揪心的畫面 我們畫面中框起來的是三位小姐弟 昨天他們走在彰化深港鄉的斑馬線上面 突然被一名老翁高速追撞 那當然傷的是很嚴重的 您可以看到小姐弟最大的是姐姐十歲 她最嚴重 昏迷指數現在只有三 需要開腦搶救 而小她一歲的妹妹血壓低 也是意識不清的 最小的八歲弟弟是裡面傷的最輕 左腳擦傷沒有大礙 但這件事情讓更多人聽了更心疼的是 原來這三姐弟他們的爸媽離異 爸爸因為犯案還在監獄裡頭服刑 三個孩子平時是跟阿公還有阿伯住在一起 家裡的經濟狀況是很不好的 是社會局補助的中低收入戶 這樣的意外發生 還有這麼龐大的醫療費 恐怕不是這姐妹倆 他們能夠輕鬆負擔的 監視器拍下車禍瞬間 三姐弟在斑馬線上加快腳步要過路口 突然一輛休旅車直接撞來 三姐弟被撞飛 十歲跟八歲的姐妹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緊急被送醫搶救 雖然恢復生命跡象 姐姐腦部重創 而妹妹也在加護病房插管治療 姐妹倆昏迷指數都只有三 仍舊在生死邊緣拔河 車禍發生在2月22號晚間6點22分 就在彰化縣深港鄉建國路 與美港公路三段路口 只有腿部擦伸的七歲小弟 想起被撞的當下 還是相當驚恐 跟著姐姐們手牽手過馬路 沒想到卻飛來恨貨 轄居警方調查 肇事的是74歲休旅車 相信駕駛沒有酒駕 行人小朋友的部分 是否有違反燈號的部分 這個我們也是在 調約相關的資料在釐清當中 吳兆開車上路闖禍是否超速 還是三個孩子闖燈過馬路 都有待警方後續調查來釐清 只是被撞的陳姓三姐弟 爸媽禮異 爸爸陰暗服刑中 目前跟阿公阿伯同住 家庭經濟狀況不好 是中低收入戶 沒有爸媽在身邊 三姐弟懂事貼心 平常時上下課都是阿伯接送 原本都是阿伯在接送 剛好阿伯去看醫生 就這麼一次 阿伯看醫生 讓孩子自己走回家 就發生了這一起意外 當時離家裡又不到400公尺 而今天剛好又是大姐的生日 爸爸特別從獄中寄了生日祝賀卡 學校的同學們也一起集氣祈福 希望姐妹倆能夠度過這一次的生命難關 華視新聞謝忠義 臭君平 邱鮮雄 彰化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